第36章 故人来访 原本薛让只是想从杜飞云这里得知更多的关于那古籍的信息 让自己见识更为开阔的同时 或许还能加深对一道的见解和体悟 然而 接触得久了 聊得时间长了 薛让便渐渐地发现 杜飞云此人似乎也懂得一道 非但如此 杜飞云甚至往往都会说出某些稀奇古怪 闻所未闻的理论来 时常惹得薛让沉思艳症 结果自然是无庸置疑 心中好奇与疑惑的薛让 在深刻的研究和揣摩之后 最后终于明白过来那些看似怪异的言论 其中隐藏着怎样高深的艺术修为和一道见解 如此一来 薛让越来越震惊 对杜飞云也愈加刮目相看 甚至一度怀疑这小子乃是深藏不漏的心灵高手 只不过 念及此子贫寒的家境 以及某些时候对一些毅力的茫然无知 他又不得不承认 这小子似乎并不是什么一道胜手 满满的好奇心占据于薛让的心中 诸多让他受用无穷的深奥理论萦绕在耳边 薛让对杜飞云更加的看重 也越来越爱跟这个少年聊天 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薛让几乎每天都会往杜家跑 经常待在杜家 一聊就是一整天 甚至于 这位名满千江的神医 很是率性的待在杜家蹭饭 即便是端着粗瓷碗 吃着粗茶淡饭也津津有味 还不忘跟杜飞云探讨一道 后来薛让也觉得自己每天去杜家待一整天 中午还要蹭一顿饭 有些不妥 是一遍每天亲自邀请杜飞云去他家聊天 顺带连饭时茶水糕点都准备齐全 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聊的话题多了 彼此的了解也就渐渐加深了 杜飞云渐渐的确定 这个轩让的脾气性格 还真是如同自己当初猜想那般 不讲究世俗理法 不在乎繁文入节 纯粹就是衰幸而为 真性情流露 这种性情的人 虽然未必会惹人喜欢 但是绝对不会令人生厌 至少 杜飞云是很喜欢这种秉性的人 事已与薛让也是来往甚密 很快变成了忘年之交 日子过得平淡而又充实 时间不知不觉流逝 很快便是宁静的一月时间过去 这一老一小 几乎每天都会待在一起 研究探讨医道 度假小院中的那个石魔 学家大院中 那棵古树脚下 都变成了两人每天聊天探讨的所在 一个月的时间 两人的关系也是极好 虽不至于推心置腹 却也是忘年之交 薛让本就医术精湛 从杜飞云这里获得许多深奥的 医道理论见解之后 对医术和奥理的认知体悟更上一层楼 可谓受益良多 杜飞云本就聪明 且记性极佳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一直在跟薛让 学习医术 薛让又是有问必答 且很是耐心的讲解 是已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杜飞云便已学到太多医术 乃是最大受益者 如今的杜飞云 具备猎山药点的基础 又从薛让那里学到诸多医术 在医术方面 与某些经验老道的郎中 也是不相上下 就在昨日 薛让竟然提出 让杜飞云前去回春堂坐枕 开始实践医术 对此 杜飞云有些意外 想明白其中缘由之后 自然也是心存感激 即便他有着一千余两银子的存款 却很快便会用尽 而他也不能去采要赚钱 又没有工作和收入 存款自然是建区减少 而无镜像 薛让提出 让他去回春堂坐枕 一方面是帮他提升医术 另一方面 也是为他解决收入问题 毕竟 薛让给他开出的薪资 乃是他三位徒弟的一辈 一个月足有 八十两银子 而且 若是病人 有礼物银两馈赠 全部都赠送于杜飞云 这般待遇 可是薛让的三个弟子 都不曾拥有的 心中记下薛让的恩情 杜飞云也不是矫情之人 是以便爽快地答应 从昨日起 杜飞云便开始 每天前往回春堂坐枕 为求医之人 枕治病情 骤然冒出这么一个 为脊弱关的毛头小子来看病 许多病人 自然是心存疑虑的 所以都不愿接受杜飞云 为他们看病 不过 当求医之人 从回春堂伙计 和大夫的口中 得知这个少年 乃是薛神医的 关门弟子之后 心中的担忧 与疑虑 才渐渐消除 对于这些 杜飞云不去辩解 只好默认 心中也明白 这是薛让受益 回春堂的伙计 和大夫这么说的 目的自然是维护支持他 心中感念薛让的帮助 杜飞云也下定决心 一定要努力休息医道 多治病救人 当然 更主要的目标 就是多挣些营两 尽快凑齐 那35分药材 炼制出赤云丹 为母亲治病 若是事实 便这般发展下去 或许一年半载之后 千江城又会多出一代名医 天才少年 天才名医之类的故事 而杜飞云 也很可能会在千江城内 做一两年的名医 直到挣够银两 攒齐药材 炼制吃云丹 然而 可惜的是 事事多喘 谁也无法预料未来 今夜 杜飞云用过早饭之后 便早早地回房 一如既往地开始修炼 这么多年来 他始终不曾懈怠 每日都情修不错 当他运转体内原力 在十二大主脉之中 游走两个周天之后 已是二更天 此时 整个仙江城已是万来俱计 月上中天 几乎所有人都已进入梦乡 然而 有的人 却并未睡去 相反 有着夜色的保护 此时正是他们行动的最佳时机 仗于高的度假小园围墙外 三道浑身黑衣的身影 自阴影之中显现出来 趁着朦胧的月色 摸到围墙根下 三人皆是身材健硕的年轻人 行动之间敏捷异常 不带起丝毫想动和风声 显然 都是踏入修炼之道的修士 三人来到墙根下 聚在一起交头接耳 正在制定计划 四弟 你确定 那个杂种便是住在这里吗 三人之中 一个身材最为高大魁梅的年轻男子 似乎是领头之人 此时率先开口发问 大哥 绝对没错 昨天 我在千江大道上看到那个杂种出现 一路远远跟随他来到这里 那个杂种即便是化成灰 我也不会记错 所以我敢肯定 他就住在这里 说话的是位于领头男子左侧的一个年轻人 其声音悠显稚嫩 似乎年岁较小 那为首的年轻男子 微微点头 而后 又低声向身旁两人嘱咐着 四弟 你最近刚刚进阶练齐七 实力最弱 待会注意保护自己 你的目标就是掠阵 不要让那个杂种和他家人逃跑 九十弟 你待会协同我全力击杀那个杂种 务必要做到 一击必杀 这千江城之中 卧虎藏龙 且我们又是私自外出 万万不能拖延时间逗留下去 若是惹出事端来 回到师门肯定会受责罚的 知道了 大哥左侧身材瘦小的年轻男子 点头硬士 眼神转而望向院墙内 目光之中杀气淫废 明白 六师兄 位于右侧的中等个头男子 也是连忙点头硬士 不过 此人似乎对今夜的行动 并不太重视 言语之间 很是轻松地笑着说道 六师兄 那个杂种 不过是练弃一层的实力 你一个人灭杀他 完全一如反掌 用不着这么慎重吧 况且 就算惹出事端来 难道千江城 还有谁敢为难我们吗 我父亲可是门中长老 所以六师兄 你完全不必担心门规则罚 就算出事 我也会帮你说情的 眼见这位九师弟 似乎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被换作六师兄的领头男子 也是轻松地笑称 多谢师弟仗义相助 以后必有众血云云 只不过 此人望向大院墙内的眼神 却显得有些凝重 因为他知道 今夜他要杀的人 绝对不止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三人很快商议完毕 旋即便同时一跃而起 如同鬼魅般 越过一丈余高的院墙 而后轻飘飘地落在小院中 三人的动作很是清零 不曾发出任何响动 那领头之人立在原地 催动原力以增幅而立 侧耳倾听着面前几间房屋里的动静 不多时就变明目标所在的房间 一眼神师一九师弟跟随自己上前杀人 至于那最小的四弟 则是留在原地不动 作为侧应和掠阵 两人双腿围曲 脚底在地面一蹬 耳后身形四立剑一般飙射出去 瞬息间便划过三丈距离 落在其中一间房屋门前 脚尖看看落地 两人刚刚准备照出自己的法器飞剑来 便陡然只觉得眼前一片赤红 一股炽热而凌厉的气息扑面而来 通得一声闷响 两人刚刚抬起头 便见到面前的木门从里面碎裂开来 一双赤红色火焰 所凝聚的瘦大拳影迎面砸来 第37章 青山剑踪 骤然亮起的赤红色拳影 顿时照亮了小院 木门被劈碎的声响 也惊醒了正在熟睡的杜氏母女 两个黑衣男子刚刚落在门前 召唤出法器飞剑 便被赤红色拳影当头起来 顿时被打得措手不及 身形一闪便暴退三丈远 落在院中 木门咔嚓一声破开 一道身影自屋内冲出 双手之间的赤红色远离光滑脸去 长身立在房檐下 正是一身青色长袍的杜飞云 原本她正在屋内进行修炼 不料忽然捕捉到一丝响动 听到小院中声音有异 便停止修炼准备起身查探 谁知 她刚起身 便听到脚步声 察觉到原力气息 是以她便毫不犹豫的 纵然爆发原力冲出来 也幸亏她达到练气息境界 耳力较之常人高出十倍 才能够听到方圆石杖内 极其气微的响动 感应到原力波动 否则再迟一会儿便要遭受袭击 小院中 三个黑衣男子 乘击脚知识立定 望着屋檐下的杜飞云 眼中杀气肆意 既然偷袭不成 那就只有三人联手 强行将对方击杀 总之今夜他们 势必要斩杀杜飞云一家 咋种 那命来 为首的黑衣男子 率先发动攻势 一声冷和出口 脚下瞬间腾出冰蓝色光滑 身形似利剑一般 朝着杜飞云射去 在他的手中 一把三尺余长的飞剑 正吞吐着冰蓝色的剑芒 斜着凛冽剑光 朝杜飞云当凶刺来 被称之为九师弟的 黑衣男子也不甘示弱 口中一声冷喝 双手持着金色长剑 划过一道锋锐至极的弧线 朝杜飞云的脖梗处消来 听两人的口音 似乎很是陌生 而且战斗方式 也并非是操纵飞剑攻击 而是持剑近战 杜飞云眉头一簇 稍感疑惑 不过 此时却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眼见两人左右夹击而来 他瞬间照出九龙顶 挡在胸前 不退反镜 向院内冲去 两柄长剑 一前一后 劈在九龙顶上 顿时爆出一阵璀璨的剑光 杨把长剑 被反镇得高高扬起 九龙顶本身毫发无伤 却仍是被肩上传来的距离 击得倒飞出去 晃晃悠悠倒退 数尺远才稳定住 初次交锋 两个黑衣人的剑光 被反镇之力震散 原力运转略有不畅 九龙顶被震得倒飞出去 杜飞云心神受到震荡 有些气闷难受 两相比较之下 倒是旗鼓相当 杜飞云刚刚退到屋檐下 平复心神 院中剑光再次亮起 两个黑衣男子 持着剑芒闪烁的长剑 朝杜飞云夹击而来 治愈那个在一旁掠阵的兽小少年 此时也忍不住出手 召唤出一柄青色飞剑 朝杜飞云次来 如此一来 顿时变成三人 联手夹击杜飞云一人 他本就没有一剑 趁手的法器 九龙顶的杀伤力 比起飞剑来 差得太远 动用底牌的话 又太过于危险 一旦无法用先天真火 将三人都灭杀的话 自身便置于死地 是已 此时的杜飞云顿时情况危急 只好闪身躲避 他脚下施展行云步 九龙顶在深舟悬浮护持 犹如鱿鱼一般滑溜 身形几个转折 便躲开三人的加工 来到院中 手持长剑的两个黑衣人 顿时折转身形 双手之间的长剑 光芒大赤 泼洒出层层剑影 刺狂风骤雨一般 朝杜飞云当头照下 身材瘦小的黑衣男子 也不甘示弱 双眼之中 生腾着奋火 一口飞剑在他的操纵之下 连连刺书 专挑九龙顶护持的空当袭击 逼得杜飞云连连闪避 层层剑影 带着灵力剑气 将四周包裹 杜飞云顿时压力大增 稍有不慎 便会被剑光击中 很可能便会当场与命 那两个持剑攻击的黑衣男子 实力都不低于他 中等个子的男子 实力大概是练起初期境界 至于是练起二层还是三层 就不得而知了 那个领头模样的黑衣男子 见识最为灵力 原力也更加雄浑 剑光扑洒开来 带给杜飞云的压力也是最大 隐约的 杜飞云能感觉到 此人的实力绝对高出他两个境界 至少也是练起后期境界的修士 洛飞是他倚仗着行云部的飘移鬼魅 还有九龙顶这件宝物的护持 只怕他早已被那黑衣男子的剑芒 给刺成筛子了 所以 杜飞云一大半的心力 都用来应付抵挡这个男子的攻击 原力消耗非常之快 渐渐的 杜飞云的额头与后背 都倾出了汗珠 闪转腾挪 也越来越不顺心如愿 数次都几乎遇险 差点被高个黑衣男子斩于剑下 体内原力更是消耗甚至 最多在坚持一刻中便会告庆 这小院毕竟太小 只有树杖方圆 根本施展不开 相对于那两位吃剑的黑衣男子来说 这等紧凑的地形倒是极为合适 他们的近身剑术也是威力大增 九龙顶在杜飞云的操纵下 不停地在周身防护旋转 划出一道道黑色弧线 抵挡着四面袭来的剑影与飞剑 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响 吃一声清响 一抹血光乍然蹦现 在银色的月光下 分外显眼 杜飞云竭尽全力地抵挡着两个黑衣男子的攻击 却是力不从心 力有不待之时 高个子男子见机得快 一缕冰蓝色剑影 从缝隙之中突破九龙顶的护持 闪电般地划过杜飞云的后背 顿时留下一道一尺长的伤口 鲜血蹦践出来 也幸亏杜飞云察觉到不妙 及时地向前踏出一步 这才躲过这几乎使他重伤的意见 只是在背后 留下一道一尺宽的伤口罢了 如若不然 若是杜飞云躲避不及的话 只怕这锋锐至极的意见 当场就要批断他的脊柱 甚至将他腰斩 那黑衣男子手中常见 乃是一件上屏法器 锋利至极 原力又是极其雄浑 修炼的又是剑道 攻击自然 凌厉无匹 杜飞云的额头冷汗刷刷的庆出 后背处的剧烈疼痛 使他紧咬着牙关 几乎闷横出声 深受意见之伤 使他闪转腾诺之间 更加不顺畅 抵挡攻击 也越来越力不从心 维京之际 唯有转换战场 否则的话 继续在这狭窄小院之中战斗 情况必然会越来越糟 想到就做 杜飞云心中打定主意 身形树立划过一道青色残影 几个转折 便躲过四面袭来的剑芒和飞剑 身形一跃而起 跳到院墙之上 他原本是打算跳出院墙 将那三个黑衣人 引到外面开阔地上战斗 利用自己的高超身法来与之游斗 可是 他没想到的是 当他跳上围墙之后 那三个黑衣男子却并未追来 竟然齐齐转身朝屋内冲去 屋内 杜氏母女早已被院中的打斗声惊醒 两人自知手无腹肌之力 为了不拖累杜飞云便不曾现身 一直都趴在窗檐边上 关注着院中的情形 三个黑衣男子这一转身 杜飞云顿时暗闹糟糕 母亲和姐姐完全不曾修炼 根本无法抵挡这三个练七七修饰的屠杀 杜飞云的眉宇间顿时怒火爆起 眼中的杀鸡更是凛冽 他原本以为那三人的目标是自己 此刻看来 对方是要赶尽杀绝 连同他的母亲和姐姐也不打算放过 他们渡家 一向与任何人都无恩无仇 唯一有仇恨的也就只有秦家和白家 再加上方才那黑衣男子的骂声 所以这一瞬间杜飞云便断定 这三个黑衣男子肯定是秦家或者白家来寻仇的子弟 那两个黑衣男子持着常见如猛虎一般冲向屋内 常见的剑芒将门框和木门瞬间搅碎 视如猛虎的朝度式母女所在的房屋冲去 那瘦小的黑衣男子也操纵着飞剑 带起一流青色剑芒 朝着窗口刺去 眼见如此情景 杜飞云心中无暇细想 身形一个闪烁便重回小院中 他双手冒出灿灿赤色光滑 明街城硕大的赤红拳影朝那个高个子男子砸去 九龙顶也被他放大到三尺方圆 如同墨盘一般朝着那中等个头的黑衣人砸下 角角明月之下 一道被拉长的身影映在小院中 一侧的院墙之上 一个身着白色长袍的中年男子副手而立 簇着眉头望着高个黑衣男子的背影 似是疑惑的喃喃自语道 青山宁剑树 看来是青山剑宗的弟子 无疑 竟然达到练习七九层了 这下飞云小子危险了 第38章 凶险搏杀 白袍中年男子立在院墙之上 眉头微醋 便明那领头黑衣男子的身份之后 毫不犹豫地冲向院中 他豪似大鸟一般落下 带起一道飘逸的弧线 瞬息间落在小院中 他右手一翻 便有一道青色光滑亮起 一柄三尺青峰 瞬间出现 带起一溜青光 裹着三尺长的剑芒 朝那领头的黑衣男子飙射而去 两个手持常见的黑衣男子 堪堪破门而入 冲入房中 手中常见顿时光芒大作 斜着三尺剑芒 便要朝侧室批去 在侧室之中 杜氏母女察觉不妙 正慌忙地从窗户边退开 抑郁躲闪 就在这时 杜飞云地攻击到了 一双乳脸盆大小的赤红色拳影 带着吃热的劲气 朝着领头男子的后背批出 九龙顶也带起一抹乌光 犹如墨盘一般 朝那九师弟的头顶 狠狠地砸下 如果这两个黑衣男子 不顾身后的杜飞云 一心斩杀杜氏母女的话 那么自身 也势必遭受重创 事已 在刹那间 两人几乎同时遮转身形 手中常见 输得滑向身后的杜飞云 至于那个身材瘦小的黑衣少年 此时正在院中 操纵飞剑朝杜氏母女 发起攻击 不过 白衣男子落入院中 将飞剑朝领头 黑衣男子射出之后 便是脚步连动 瞬间来到那黑衣少年身侧 一记是大力尘的劈腿 狠狠砸下 三个黑衣人中 已瘦小黑衣少年 实力最弱 是以白袍男子一腿袭来 他顿时闪身逃开 召回飞剑 全副行神 应对白袍男子的攻击 屋内空间更小 可攻度飞云闪避的空间 几乎没有 当两个黑衣男子 骤然折转身形 手持长剑朝他袭来时 他无奈之下 唯有身形暴退 行云步施展开来 身形瞬间后退一丈远 冲向房檐下 两柄三尺余长的剑芒 带着尖锐的呼啸声 不依不饶地紧追杜飞云而来 瞬息间便突破一丈远的距离 飙射至杜飞云胸前 眼看着 杜飞云退开的速度 远远不及长剑的速度 下一刻便要被两柄长剑 撕碎胸膛 那两个黑衣男子的双眼之中 露出一丝得逞的笑意 凌冽的杀鸡沸腾 脸上竟是嗜血的快意 仿佛 他们已经看到杜飞云被力剑分尸的下场 这是一个阴谋 两个黑衣男子假衣阳公度氏母女 在杜飞云心神焦急援助之下 再突然杀个回马枪 使他措手不及 陷入险境 这个计谋不可谓不阴险 杜飞云在院中 还可以凭借高超身法躲避 以行云步来和两人游斗 可是在这狭小的房屋内 他根本避无可避 后退的话 只有被两柄长剑刺穿胸口 杂种 你去死吧 几乎是同时爆发的两声怒吓 在院中响起 面前 两个黑衣男子发出的剑光 陡然激烈震荡 瞬息间变化出9981道剑影 一层层灵力的剑光 好似折扇一样 铺跌在一起 将杜飞云周身笼罩其中 身后 那正在纵月闪避的瘦小黑衣少年 也见机得空 操起飞剑瞬间划破夜空 朝杜飞云的后背袭去 99归一 白袍男子的眼眶 骤然扩大 眼中金光暴闪 只是瞬间 他辨认出来 那两个黑衣男子使出的剑招 正是青山宁剑术之中 威力最大的一招 这一招 乃是这套剑术之中 最为厉害的杀招 铺天盖地的璀璨剑光 充斥于周身 迷乱了双眼 杜飞云也无法在瞬间 分清究竟哪一柄剑 才是杀招 哪些剑光 才是虚影 他唯有歇尽全力 爆发出体内所有原力 瞬间 以星神操纵九龙顶 闪现到身前 以期能够躲过 这漫天剑光的绝杀 然而 即便他能够挡住 身前这两人的联手绝杀 可是身后传来的 灵力剑气 使他知道 背后也有飞剑袭击 此时 他周身被剑光笼罩 只有向前或者向后躲避 根本无法闪身向旁边躲去 向前 势必会被璀璨剑光 刺成碎片 向后 势必会被袭来的飞剑 刺透胸口 无论如何 他都必死无疑 九龙顶即便能挡住部分剑影 却也绝对无法 将所有攻击挡住 更不能救他性命 怎么办 落的这步境地 已经是生死一瞬的危急关头 容不得丝毫犹豫 动用底牌 拼了 瞬息之间 杜飞云当机立断 便做此决定 毕竟 此时若是不用九龙顶的底牌 只怕就要隐恨当场 他也只能寄希望于 能够与对方两败俱伤 接下来交给背后的白衣男子 这一刻 他选择了相信背后 那个白袍男子 因为这一个多月的了解 他知道 这个白袍男子 肯定不会让他失望 因为 他是削让 杜飞云知道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神医 那么简单 九龙顶顺息间划破夜空 带着尖锐的呼啸声 说得来到杜飞云胸前 原本只有三尺剑方的九龙顶 顺息间 便做一丈方圆大小 游入一块巨石 横跟在杜飞云 与两个黑衣男子中间 九龙顶的底部 对着杜飞云 朝着两个黑衣男子 露出一丈方圆的硕大顶口 黑油油的 没有丝毫光泽 射人心魄 两个黑衣男子 原本已经冲置杜飞云 身前六尺处 眼见就要将杜飞云 斩杀于剑下 却不料 面前陡然出现一个巨大黑洞 顿时瞪大双眼 心中大害 虽然两人并不知晓 这个黑油油的洞口之中 究竟有什么古怪 又有着什么凶险 可是 出于心中敏锐直觉 两人知道 这个黑油油的洞口 绝对是一场凶险 稍有不慎 他们便会丧身于 那黑洞之中 只是 两人前冲的势头太猛 速度太快 在这短短数尺的距离之内 根本无法杀住身形 即便明知身前那黑洞 异常凶险可怖 却仍是 无法阻止自己前冲的势头 更加恐怖的事情发生 那黑洞洞的洞口里 竟然疏得爆发出 无与伦比的犀利 瞬息间 就将周围三丈之内的空气 吸取一空 连同这两位黑衣男子的身躯 也被那巨大的犀利 拉扯得向黑洞内冲去 场中情况急转之下 情势忽然逆转 这次轮到两位黑衣男子 脸色苍白 神色震撼 他们毫不犹豫地 爆发出体内原力 周身顿时腾出炊烈光滑 抑郁向后退去 被称为九师弟的 中等个头男子 手中长剑 瞬息间 在身前划出上百道剑影 铺成一片 璀散绚烂的剑光 想要阻挡那恐怖犀利片刻 领头的瘦高个男子 实力最是详悍 眼力也是极其高明 这短短一瞬间 他便看明白许多东西 骤然出现的这个黑洞 坚决不能碰触 否则 被吸入其中 必定有死无生 那个中途忽然出现 毫无缘由加入战斗的白袍男子 肯定是杜飞云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 他看出来 那个白袍男子的实力 丝毫不亚于他 甚至于 在原力的精纯 和雄厚重度上 那个白袍男子 比他更为深厚 烈士 今夜看来是无法得偿宿愿 没办法为父亲报仇了 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 领头的黑衣男子 便想明白这些 眼中一丝阴智闪过 心中瞬间有了决断 只见 他手中常见 骤然扑洒出灿灿见光 九九皈依的威力 被发挥到极致 随后 他的右脚瞬息间 点在旁边的那位九师弟背后 九师弟的后背 骤然遭此袭击 顿时前冲知识加快 再也无法抵抗九龙顶的吸力 一头扎进黑油油的洞口之中 直到他身形消失在黑洞之中的那一刻 他那苍白的脸色上 还挂着一抹惊恶 嘴边的一声疑惑的大喊 还在院中回荡 六师兄 你 只可惜 声音戛然而止 那位九师弟 便被九龙顶吸入其中 而后 再无声息 至于那位领头的六师兄 则是借助着反振之力 身形瞬间暴退 向一旁闪出树池远 总算躲过了九龙顶的犀利 杜飞云面色苍白的立在原地 双手紧贴着九龙顶的底部 瞬息间 将体内原力全部狂涌而出 与此同时 九龙顶那黑油油的洞口内 骤然亮起赤色透明火焰 好似火海一般无边无际 炽热的高温 一散出来一丝 使得周围空气温度 瞬间上升数十度 那位被吸入九龙顶之中的九师弟 就此便被透明的赤色火焰 给烧成灰烬 连哼都没哼一声 便化作一盆黑灰 然而 杜飞云虽然成功地动用底牌 将九师弟给击杀掉 可是那六师兄 却是安然逃脱 更重要的是 此时 身后那柄青色飞剑 已经灵体 灵力至极的剑气 已经撕碎杜飞云的后背衣衫 难道 这就要被药飞剑冠穿胸膛了吗 杜飞云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苦笑 眼神有些黯然 不过 只听得丁的一声清脆声响 那灵力的剑气 便戛然而止 再也无法寸进 已经刺破杜飞云后背皮肤的剑芒 也不再吞吐闪烁 不再灵力逼人 渐渐地消散 微微愣争片刻 杜飞云便明白 剑让终究没让他失望 动用底牌 使用过九龙顶之后 杜飞云体内原力 已经被抽空 此时 浑身再无一丝力气 他缓缓地转过头来 便见到一身白袍的剑让 正静静立在他身后 右手伸出平端在身前 手中光滑闪烁 他的右手 是一只原力光滑凝聚而成的 瘦大青色手影 青色手影中 正握着一把青色飞剑 还在不断震动龙鸣 第39章 至死不休 原来 在危急关头 还是削让出手 直接抓住了 那瘦小黑翼男子的飞剑 否则 杜飞云定然难逃 被飞剑刺穿胸膛的下场 飞剑被削让牢牢地握在手中 那瘦小少年顿时大惊 数次以心神操纵飞剑 抑离脱离掌控 却始终不能如愿 反而被震荡的心神摇曳 如今 杜飞云以九龙顶 一举击杀了九师弟 将那位领头的六师兄逼得闪开 瘦小黑衣男子 也被削让拿住了法器飞剑 不得动弹 杜飞云总算脱离危险 接下来 有削让这位高手在场 那两位黑衣男子 再也无法得逞 杜飞云一家也安全了 想到这里 杜飞云心中微微松一口气 今夜若非有削让出手相助 只怕他就要当场放命的 连带母亲和姐姐也很难幸免 然而 那闪避到一旁的领头 黑衣男子却是未曾逃走 反而双手持着长剑 斜着三尺鱼长的璀璨剑芒 一跃而来 朝着杜飞云当头披下 杜飞云 那命来 那黑衣男子怒急 怒喝声中 含着滔天怒火 双眼挤进一片赤红 原本他抑郁偷袭击杀杜飞云一家 却不料有人横插一脚 坏了他的复仇大事 就连他的九师弟也被杜飞云害死 如此一来 报仇不得 反而损失惨重 他怎能不急怒公星 怒火滔天 大哥 我来助你 那瘦小男子眼见大哥发动攻击 竟然舍弃了飞剑 双手之间 蹦出青色光滑 凝聚成一双青色拳影 朝着杜飞云的后背砸下 杜飞云 去死吧 不管是杜飞云还是削让 都不曾想到 这两个黑衣男子陷入劣势时 竟然不思逃走 反而回身反扑 看那架势 似乎是抱着两败俱伤的心态 哪怕是身受重伤 也要将杜飞云斩杀于此 对于这两个黑衣男子的狠辣 虚让也是心中少感震惊 不由的暗叹 双方之间必然隐藏着血海深仇 然而 杜飞云此时关心的 却不是这个问题 在那瘦小少年呼喝出口时 他便觉得口音十分熟悉 心中略微一回忆 瞬间便想起来 这个瘦学少年 正是秦家的天才少年 秦守正 如此以来 那个领头黑衣男子 自然是秦守正的大哥 秦守男 他没想到 秦守正当初被他在擂台上击伤 如今伤势已经痊愈 而且还因获得福 尽皆知恋齐齐 他更没想到的是 晴万年的大儿子秦守男 竟然也出现在这里 而且实力达到了 练气后期境界 心中瞬间确认对方身份 杜飞云便不难想到 为何两人如此狠辣的 以命换命地搏杀他 只是 他现在浑身原力耗尽 再也无法施展 对于秦守男和秦守正的夹击 也是无从闪避 秦守男双手持着数尺长的璀璨剑芒 好似劈衫断院一般 对杜飞云当头劈下 剑气凌厉 剑光锋锐至极 将空气也撕裂开来 秦守正双拳光滑大赤 斜着呼啸破空声 视如猛虎地朝杜飞云胸口袭来 眼看着 杜飞云本能地向后退去 却远远不及剑光与全影的速度 下一刻便要横尸当场 见到杜飞云虚弱不堪 根本无从抵挡两人的夹击 薛让眼镜微微眯起 他脚下向前踏出半步 右手翻转 操纵着青色飞剑爆出绚烂的青色剑影 朝着秦守南攻去 瞬息间便刺出数十剑 与此同时 他的左手幻化出一只硕大的手掌 快如闪电的朝秦守正的胳膊抓去 薛让看出来杜飞云已经脱力 所以这一刻他依然发动双重攻击 替杜飞云拦下秦家两兄弟的攻势 秦守南双手中的金色巨剑狠狠地劈在一层青色剑影上 顿时发出叮当的爆响 那层层叠叠的青色剑光顿时被劈碎 好似雨点一般蹦剑开来 只不过 他的剑势力道也被卸去大半 最后劈中薛让的青色飞剑时 也被那庞然的反阵力给震得倒飞出去 尽管将秦守南的攻击当下 并且将之击退 可是薛让的青色飞剑也无力地弹飞出去 掉落在院墙边 他的心神也受到震荡 门横一声 嘴角便一出一丝鲜血来 薛让的左手未曾停歇 瞬息间便突破数尺距离 咔嚓一声 抓住了秦守正的右手手腕 然后将他向自己身边拉扯 右脚闪电般踹出 就在这时 一直向后退去的杜飞云忽然动了 只见他双目瞪着秦守正的右肩 口中一声轻贺 九龙顶 去 一直停留在地面上的九龙顶 在这一瞬间变作三尺剑方 疏得飞起来 带起一抹黑色乌光 眨眼间就冲到秦守正的身前 此时 秦守正右手腕被薛让拉着 身不由己地向前冲去 那如磨盘大小的九龙顶 却是静止朝着他的右肩撞来 如果他躲闪不开 那么势必会被沉重无比的九龙顶 给撞成肉饼 这一刻 身子还在半空中 向后倒飞的秦守男双目瞪大 脸上竟是暴怒 他无比痛惜地 眼睁睁地看着秦守正被九龙顶击中 却无能为力 咔嚓 一阵脆响在小冤中响起 清晰可闻 尽管秦守正察觉到不妙 心神大害之下 他爆发出所有原力 以欺胜脱削让的大手 可是 九龙顶还是静止撞在了他的右臂上 万幸的是 在这短短瞬间 他向一旁跨出半步距离 否则就会被九龙顶撞中胸口 撞成肉饼 不幸的是 九龙顶是大力尘的飞来 带着呼啸破空声 静止撞击在他的右臂上 他的右肩遭受距离拉扯 顿时崩裂开来 骨头折断关节脱离的声响 顿时响起 血水瞬间喷涌出来 啊 秦守正顿时脱离削让的擎拿 整条右臂被削让扯了下来 他身躯亮呛的向一旁倒下 左手捂着鲜血喷涌的右肩 张口痛呼出声 声音撕心裂肺痛苦至极 听得秦守难 瞬间双目赤红 九龙顶无力地栽倒在小园中 杜飞云使出体内榨取的最后一丝原力 也是身躯一歪便软软地倒下去 唯独血让左手提着一条 还在喷涌牵血的手臂 站在杜飞云身边 脸色略显怪异 秦守正面孔扭曲着 额头后背 浸出大片的冷汗 浑身肌肉 剧烈地抽搐着 肩头剧痛传来 急于使他昏迷 他身躯扑倒在地翻滚着 喉中还在发出含糊不清的痛呼 秦守难终于止住后退身形 双脚在院墙上一点 连忙落到秦守正身边 只见他右手二指冰拢 腾出一道光滑来 在秦守正的肩头和胸前连点树下 而后一把抱起秦守正 一位而起落在院墙上 跃上院墙之后 秦守难抱着重伤的秦守正 回过头来 双目赤红的瞪着院中的杜飞云 咬牙切齿地 一字一顿地说道 杜飞云 我秦守难此生是必要将你千刀万剐 至此不休 柔和叶峰拂过 带起浓浓刺鼻血腥味 进入众人口鼻中 那秦守难面上的黑色蒙面筋 早已脱落 此时脸色扭曲着 竟是无边的暴怒 与杀鸡 他双眼狠狠地瞪了一眼 杜飞云和薛让 将两人的面孔身形 牢牢记在心中 而后头也不回地向外奔去 很快消失在黑暗之中 薛让望着秦守难消失的方向 眼中神色复杂 不知在想些什么 在他身边 杜飞云无力地贪婪在地 望向秦守难逃走的方向 脸上献出一抹遗憾的表情 诚然 他的确有些遗憾 遗憾今晚没能把秦守难和秦守正也杀掉 秦家与他之间 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秦守难的实力又强过他太多 这样的敌人存活一天 便对他和家人有着生命威胁 他怎能放心 只不过 他现在浑身脱力 根本没办法留下秦家两兄弟 而薛让出手的话 或许有机会将两兄弟留下 只是 薛让能够仗义出手就他一家人性命 他已是感激不尽 又怎能奢望薛让帮他坠杀仇敌 薛大哥 你还要提着那手臂到什么时候 片刻后 恢复了些微力气 杜飞云面带笑意地望着正在想心事的薛让 调侃地打去 飞云小子 你该换地方了薛让 确实不理会杜飞云的调侃 目光深邃地望着他 当然 一边说这话时 他也把那条手臂抛在了墙角 第四十章 离开千江 如果没有薛让的帮助 杜飞云和母亲 还有姐姐 或许今夜便要丧身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如果没有薛让 度假小月 也没可能数个时辰 就恢复平静 薛让简单地查看了一下杜飞云的伤势 得知他只是原力耗尽 心神受到震荡 休息十天半月便可复原 这才放心离去 动用过九龙顶之后 杜飞云再次原力耗尽 瘫痪在家 整整休养三天 才恢复元气 当然 九龙顶内的原力存储 依然没能存满 还得至少十来天的努力修炼才行 原本杜飞云以为 带着姐姐和母亲 来到千江城中 便可以安身立命 就此平淡地生活下去 他可以去回春堂里做大夫 赚银子攒机药材 炼制赤云丹 来为母亲治病 起料 请家的大少爷 秦首男竟然得知家中变故 带着秦首正前来复仇 这次 幸好有薛让出手相助 是以杜飞云 才能幸免于难 那么 下次呢 下一次秦首男 卷土重来之时 杜飞云该当如何 一家人平静的生活 就此被打破 安稳的日子 即将不复存在 如果继续生活在千江城中 以后随时随地 都将面临 秦首男的反扑和袭杀 杜飞云并没有太大的野心 至少就目前来说 只想让一家人 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 另外就是 他可以修炼长生之道 裸昭一日 踏入高深境界 就此长生不老 飞天顿的 无所不能 可是 现在曼说是 达成这两个心愿 就连性命安危 都受到威胁 那他也不得不想办法 改变这一现状 离开千江城 这个刚刚从陌生 到熟悉的城市 已经成了必然 他们无法继续在千江城生活下去 毕竟秦首男 随时都会卷土重来 可是 离开千江城 他们又能去哪里 他唯一的亲人 就只有杜婉清和度士 他还能投奔谁 以求庇护 一想到这里 杜飞云的心中 甚至生出一丝 天下和气大 何处是我家的气凉感来 他对这个世界还很陌生 至少他从未踏出千江城领域 不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即便是逃离随时可能到来的追杀 他也不知道该往何处逃去 三天里 杜飞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一直在想 是不是要离开千江城 前往别的城池 暂时躲避 这样虽然暂时能够逃过 秦首男的西沙 可终究不是最稳妥可行的办法 毕竟 秦首男党宇众多 肯定会纠集人手 查探他们一家的下落 即便他们再怎么逃 也无法逃过对方的追捕 一切说来 还是要提升实力 如果他拥有先天期境界的实力 那么又何惧秦首男的西沙 提升实力 依然是迫在眉睫 容不得丝毫懈怠 因为 没有实力 就代表着下次就可能放身于仇敌的剑下 今夜里 薛让曾来找过他 与他谈了许久 也告诉了他很多 以前闻所未闻的消息 薛让告诉他 那秦首男和已经死去的黑衣男子 使用的都是青山剑宗的青山宁剑术 所以 他们必然是青山剑宗弟子 以前杜飞云 在白石镇中 曾经偶尔听到过秦首男的名头 知晓晴万年的大儿子 叫做秦首男 可是他没想到 那秦首男之所以不在白石镇中 竟然是加入了青山剑宗 成为宗门弟子 一直在外苦修 青山剑宗的名头 杜飞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也是金薛让介绍之后 才了解这个青山剑宗的实力和势力 无论是在清元国 还是这片土地上任何一个国度 宗门的势力都是远远超过家族豪门的 当然掌握异国的皇族除外 所以仅仅是从名头上来看 便足以想见 那青山剑宗的势力 自然是无比庞大的 以白石镇三大家族的实力 比起青山剑宗来 完全是云尼之别 没有任何可比性 千江城 以及另外37座城池 都隶属于百川岭管辖 在百川岭境内 有着大大小小数十个修士宗门 而青山剑宗 乃是百川岭内有数的四大宗门之一 势力极大 在青园国内都很有名望 门下弟子数亿万计 门中高手强者无数 可谓人才济济 青山剑宗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宗门 一般宗门都绝迹不敢轻易招惹他 主要原因便是 这青山剑宗乃是一个剑修门派 所谓的剑修 薛让也曾为杜飞云解释过 一般的修士皆是使用各种法宝 普通的有飞剑 另类的有鞭子 簪子 瓶子等等 修士们皆是以心神和元力操纵法宝 远程进行法术对轰 厮杀争斗起来 主要手段便是比拼法宝和道术 而剑修门派截然不同 他们主要剧练威养的法宝只有飞剑 而且 他们全都是持剑近战 以精妙剑术 厮杀争斗 剑修之路最是艰苦卓绝 也最磨练心性 当然 在同等级修士内的战斗力 剑修也是顶尖的 强悍的体质和防御力 精妙的剑术与灵力的攻击 都使得寻常修士不敢招惹 剑修的厉害之处 杜飞云已经深有体会 那秦首男的剑术 已让他真切地体会到 什么叫灵力和锋锐 一个秦首男 已经让杜飞云焦头烂额 如果是拥有数以万计这种剑修 那青山剑宗的实力 杜飞云没法想下去了 只觉得后背有些冷 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 无论是青山剑宗还是其他修士宗门 门中风气都是极其团结的 而且宗门最注重培养弟子的凝聚力 所以门中有弟子被人欺悟或者击伤时 宗门中的长辈以及高手都很可能出面 为小辈和弟子讨回公道 青山剑宗这种修士宗门 门中弟子都是修炼剑道 杀气自然极慎 若是得知杜飞云击杀了一名青山剑宗弟子 那么 势必会究极高手前来向杜飞云复仇 如果青山剑宗刻意对付杜飞云的话 那么他无论往哪里逃 都很难躲过对方的搜查和追捕 毕竟那青山剑宗的实力 已经覆盖整个百川岭 灭杀杜飞云这样的小虾米 完全是不费垂灰之力 继续在仙江城待下去 那么势必会招来禽守男的疯狂复仇 甚至他很可能会纠集一众青山剑宗弟子前来 届时 杜飞云纵使有什么手段也难逃一死 离开千江城 寻的一处可以安身立命之所 已经成为眼下迫在眉睫的事情 想到这里 杜飞云起身自床上走下 来到窗前 凝望着一直被他握在手中的一枚玉牌 心中思绪翻涌 这枚玉牌是学让今夜前来拜访时 临走之前送给他的 并且嘱托他 如果下定决心了 便带着家人离开千江城 拿着这块玉牌去刘云宗 寻找一位叫做薛斌的女子 想到这里 杜飞云的嘴角露出一丝和煦的笑意 心中对薛让也及时感激 因为 这是薛让帮他想到的一条生路 目前情况唯一可行的生路 唯有离开千江城 前去刘云城投奔刘云宗 找到薛斌 在他引荐下败入刘云宗门下 才能获得一线生机 同青山剑宗的实力和地位几乎相仿 刘云宗也是百川岭内 四大宗门之一 门下弟子数有暗计 精英会翠 天才云集 高手众多 如果能够有幸败入刘云宗门下 成为刘云宗弟子 那么自然能够得到刘云宗的庇护 不惧青山剑宗的报复 更重要的是 在宗门之中修炼 才有修行大道上的高手和名师指点 才会对修炼之道体悟更深 实力提升得更快 而且 宗门之中 无论是物资供应 还是供法学习 亦或是历练机会都很充足 拥有宗门的庇护 修炼一道将更加快捷飞速 杜飞云很感激薛让 在他陷入这般困境时 为他指出这条技能安身立命 又可加快修炼提升实力的名路 回头想来 他与薛让认识不足两月时间 除了与薛让太讨一道 教会他几种少见的药方和单方之外 似乎并未帮到对方太多 而薛让却为他解决收入问题 出手就他一家人性命 如今又为他谋划退路和出路 不可谓不仗义 对杜飞云来说 薛让便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他相信 如果有朝一日 他拜入修士宗门之下 走上长生大道 那么薛让必定是他的引路人 杜飞云是个恩怨分明的人 也同样是知恩图报之人 薛让此文此德 他铭记于心 只不过 此时他更加感兴趣 心中疑惑的是 那刘云纵招售弟子又有何要求 那个薛斌 与薛让又是什么关系